今天我們要去看醫師 因為常生活的保健之外 該看醫師的時候真的要去 那我們就要請教一下理事長 我們去看醫師 到底會做什麼樣的檢查呢 有的人會覺得有點尷尬喔 不用擔心 因為有關攝護腺的一些檢查 都是比較非進入性的 所以我們要去看醫師 一般如果有問題第一個 會先檢查一個 英文名字叫做PSA 抽血 中文叫做攝護腺特定抗原 看攝護腺的肥大 到底是有沒有惡性腫瘤 第二個呢做理學檢查會 因為攝護腺 就是在職場的後面 醫師就會從職場這邊 做促診 看看這個攝護腺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沒有硬塊 所以一摸你們就知道了 對 大小 大概可以初步有個判斷 這時間很快吧 大概三秒鐘就結束 OK 大概三秒鐘 不用擔心 8分才要檢查 我6分 6分鐘 我覺得我真的要澄清一下 我6分 而且我是很誠實 你有沒有聽到 好 理事長要幫你做6分鐘 仔細 6分鐘護醫生 男生6秒 醫師剛剛講說 大概三秒鐘就可以檢查完了 所以就不用覺得說不好意思 或怎麼樣 另外就做超音波檢查 如果攝護腺大小 超音波檢查也可以看的 計算更精準 同時如果 如果有人 受腺肥大之後 也會造成膀胱裡面有些結石的產生 超音波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年紀比較大 大概60到70歲以上 排尿的困難度比較明顯 或者是小邊有血 小邊尿血 這個都必須要做超音波的檢查 OK 那最後一個就是 尿流速的檢查 請你到我們檢查室去 骰泡尿 所以在門枕裡面 有個銀器是不是 要不然怎麼會知道 那個桶子在裝人 那因為這個裡面有機器 它可以量到你小邊的速度 但是大家會想說 不是問完就結束了嗎 對 那小邊慢都慢啊 為什麼要做這個測驗呢 對啊 我就已經告訴你 我很慢會低啦 差異在哪裡 但是有些人 像健興救助人 我六分 還有像是離婚的 就不誠實 我兩個都不誠實 我兩個叫說你們不誠實而已 不誠實 不是不誠實 是不好意思 用科學的方式來確認 確認 因為有些年紀大 比較大的伯伯啊 或是阿公阿公啊 對 都說很好啊 都不用來啊 那孫子就說 怎麼會這樣 你站很久啊 他說 我就是很好啊 就用這個方法來檢測 OK 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比較客觀的瞭解 基本上是不是 他是可以回復的 如果說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吃一點藥的話 是就可以回復 應該是這樣 剛剛我們在換這個 攝護腺的圖的時候 大家知道攝護腺在這邊嘛 藥帶在中間嘛 那這邊其實是有肌肉的 所以我們攝護腺治療藥物 大概是主要是分兩種 一種就是讓這邊的肌肉放鬆的 對 這樣放鬆的 這是第一種 讓它前面肌肉放鬆 那料到就比較不會那麼緊 那所以可是這個 每一個藥物都有它的壞處 這個肌肉放鬆的藥 通常會造成低血壓 所以說這個藥 我們通常會建議你睡前吃 因為你睡覺中低血壓還好 可能白天吃 吃到下午低血壓 結果就跌倒 我們也遇到過這種事情 所以是要按照我們的遺囑 來服用藥物 另外一種就是真的直接 讓這個變小了 它就是一種男性荷爾蒙 轉換的抑制劑 就有點類似讓你的那個 身體裡面男性荷爾蒙會下降 這樣子你的這個攝護腺的體積 理論上就會縮小一點點 藥物治療主要分成兩種 當然很嚴重藥物治療 還是沒改善的時候 就可能要找理事長去開刀了 對 理事長開刀他怎麼開啊 那有一種什麼海浮刀 這到底又是什麼 社會性肥大的話 一般良性的肥大 像剛剛大家看到嘛 就是它變大了之後 把這個尿道壓住了 小便就變得很困難 對 所以是用內視鏡進去 開始用電刀的刮除 或者用雷射的氣化 或是切除 讓這個堵塞的部分把它去掉 那這個小便都暢通 那這個是一般的手術 那所謂海浮刀又是什麼呢 通常是比較會使用在 惡性的腫瘤那一部分 這樣啊 OK 它就是從直腸進去 那海浮刀本身基本上它是一個 超音波的一個設計 超音波把它聚焦到這個攝護腺裡面 你要去打的地方 等於把所有的能量 把它集中到這個地方來 讓這個局部的組織 可以把它破壞掉 壞死掉 那這種海浮刀 基本上目前大部分 都用在這種攝護腺的癌症 這部分來使用 不適合開刀的病人 譬如講年紀比較大 或是說他的已經很肯定 就很局部的一個地方 有癌症 就用這個海浮刀 很精準的 可以把這個地方去除掉 OK 所以一般的話 基本上還是 用您剛提到的那種 目前最常見的良性的攝護腺的 肥大 肥大的手術治療 就是從尿道的內視鏡電刀手術 或者是用雷射手術 可是李治長 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反正我已經生完小孩 那也用不了 我可不可以就直接割掉 也不用去治療 對啊 因為像女生有時候 如果有狀況 假設是一些比較惡性的卵巢 子宮有的時候會拿掉 你的概念是這樣是不是 對 而且我覺得 剛剛那手術看起來超痛的 對啊 怎麼受得了 但是呢 整個頭拿掉更痛 真的喔 是喔 這是個攝護腺嘛 對 你要把全部要拿掉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要切斷 這個地方要切斷 然後把糖光跟尿道接起來 才能全部拿掉 而且這個拿掉了之後 手術腫症它可能的併發症 它可能造成尿失禁 第二個併發症就是 就不行了 揚尾這樣揚尾 那這個 那我還是留著好了 所以基本上 為什麼這個手術 雖然理事長他們都會先開藥 給病人吃 藥物真的控制不了 才去開刀 為什麼我們把開刀放後面 就是通常會得到 攝護腺肥大量 剛才有講嘛 就是年紀比較大 所以他們開刀的風險 本來就比較高 所以我們最好就不要 對 剛剛理事長有講 其實你如果刮 其實有時候在刮的時候 大家有時候就是怕這樣子 你刮太多的時候 這裡都沒有的時候 就是小便就直接流出來了 對 反而變失禁了 它刮太少的話 又怕症狀沒有改善 所以有時候刮多少 是一個醫術 像理事長他們這麼有經驗 他們才知道說 刮多少才是最適合的 也不能說每次通通通通通通 都把它刮掉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會造成 逆行進射精的問題 那剛才你如果借金 你說你生孩子 你不用那就算了 因為正常來講的話 經驗的出來的時候 你經驗從這邊來的時候 這邊會收縮 所以它只會往前 可是當你這個都刮掉的時候 經驗出來的時候 這邊因為你已經沒有攝護腺了 太少了 它不會收縮 它有可能會倒流到膀胱去 原來如此 對 所以這個還是有問題 而且很多人做這個手術 在以前沒有那個 理事長講的那種雷射的時候 其實刮的時候 是滿有出血的風險的 好 所以這樣大家都知道了 才不會想說 是不是跟拿掉卵巢 或什麼這樣的概念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教了大家很多 生活上的保健 治療方法 另外採地雷的當然要避開囉 包含了高脂肪的食物 比如說這個控肉的肥肉 還有叫紅肉 一個禮拜吃兩三次就好 不要每天都吃紅牛肉 可以吃到兩三次 可以啊 可以 然後一個禮拜吃大概 它一直是兩三遍 好 然後另外就是醃酒 當然是盡量戒掉 另外辛辣食物也是一個 有可能促進發炎的種類 所以盡量也是盡量避免 所以是說辣椒類的就對了 對 不要 因為有些人吃辣 會越吃越辣 辣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種痛 我覺得是一種刺激 父親姐快要到了 我們今天這一集 希望天下所有的老公跟爸爸 都可以快快樂樂的 然後剛剛我們做的那張表 不管你幾分 記得八分以上 去找泌尿科醫師做進一步的檢查 這都是為了你全家人的幸福健康 好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都健康囉 父親姐快樂 拜拜 下週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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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